是那个比较一下,负利跟单利,最后计算出来类似像这样,然后有10年 10年,然后一个是A银行,一个B银行 那中间的话是用TAB,就是用那个 就是跳拖致远斜线T,然后把这个做分隔 有10年,所以基本上我跑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类似像这样 其实程式也非常简单,弄起来 就是总共年,然后A银行负利,B银行单利 那其实这样看不太出来,其实如果各位要看 我是觉得金额要大一点,可能要大概要1000块 放1000块也没什么感觉,放10年也没什么感觉 多几百块而已,如果说这个数字增加好了 比如说可以放个大概100万,1000万大概才会有感觉 所以如果把这地方,不过你要加几个0呢 你可以在后面加个1,比如说1之后的话呢 再补个,比如说5个0,这个意思就是说 15的意思就是说,就是5个0的意思 这等同是什么?12345 那就是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那这支应该是照了,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一亿的,一亿太多了 那不然就是,大概一百万好了,15好了 大概是这样,然后这边也是改个15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你等于是说15的话就是五个0 等于五个0,五个0,各十百千万,十万,一百万好了 然后,那这样执行起来,才会比较有感觉 你会发现,放个十年的话,那利息就差了,差了这么多 那如果说,现在再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可以 百分之五,因为现在没有 现在银行利率应该 如果用18号来算,会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执行起来 如果你放十年之后 这个大概28,那这个就变500多万 你会发现,这个如果放了一百万,每年就是增加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这个,那现在大概挺多 定存放银行好像也猜过,0点,大概2%几星大概极限了 所以有个2%放再久还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不喜欢把钱放银行里面 可能想要拿去投资,主要原因是这样 你会放再久还是就没什么利息 OK,那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 题目里面要求只要1000 不过我觉得1000感觉不太出来 然后题目是0.5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把数字稍微改一下 然后里面会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这边就是中间会有个跳脱字圆 然后秀出来,那这边中间也是一样跳脱字圆 然后后面这边我是放两个 因为他这边距离比较大一点点 放两个TAB把它秀出来 OK,那其实这个也可以看看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Show Match Dialog 在那个视窗下面秀 也可以,那其实如果我会讲到那个银行方面的计算 通常我们不会用Java Mac上面也可以跑Excel 所以Excel VBA部分其实现在还算用的人 还不会算太少 而且Excel VBA的开发环境非常简单 完全不需要setup,它直接就run起来 另外它要执行也不用砍Pier 它就直接一run就可以了,然后上面就可以 所以如果各位对Excel VBA有兴趣了解的话 其实你网路上打一个Excel VBA教学 应该就可以直接到 那Keyword的话应该我会在前行一把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东西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 因为我最近我都有分享 像这是我最近在东吴京都对方部上课了 这个应该算完整 比如说有关贷款你要做表单的话 我这边都有讲解 就是说怎么去做表单 你会发现太简单了 简直如果跟Java比的话 这个算是非常容易上手 因为它做切面实在是太轻松 如果你用同样方法 你用Java来写的话 你会写到吐血 因为Java里面没有这种工具 它的字窗工具是什么 它要选的要 然后你还要再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要放在哪里 你要给它位置 跟以前写DOS四窗 差不了多少 在Android也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没有VBI的简单 因为直接就放上去就好了 这个界面设计非常 那怎么改 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程式也非常简列 其实习惯我都会这样 把它做个注解 直接没几行 就可以把它写出去了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参考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就有了 而且还有完整的教学 这一次我是有把它放当天全部的影音课程 通通放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学的话 稍微看一下应该就懂了 再来就是说 还有什么可以跟资料固连结的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把Esser放Esser里面的资料 直接倒到SS 也可以从SS里面捞资料回来 另外我这边好像有个讲一下说 更改连线字串 也就是如果你后端BD是SS 改一下连线字串 两下子也可以改 比如你是Seql Server Esser跟Seql Server怎么连 其实用我这边Sample也OK Oracle没问题 MySeql没问题 反正任何的Database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用起来就会非常简单 而且Esser VBA应该基本上 没有一台电脑没有关Office的 所以这个跑起来应该是非常容易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其他的话 还有VBA有些参考 这边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这里的话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等一下我会把 这个画面也把它放上去 那这个 这一题的话 各位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